说到演员邱心智出道多年 当年凭借和张婷合作的花枯子走红 前两年在新版的环珠格格中又摇身一变 成了位高权重的黄阿玛 虽然戏路拖展到了大叔层面 但邱心智保养有道 47岁的他找到了一个24岁的小女友 不过我比较好奇的是 他是不是之前已经和王一璇这位演员结了婚 还育有两个儿子吗 那到底是什么情况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今日演员邱心智被拍到和一位妙邻女子牵手逛街 后期证实这位姑娘正是在电视剧《玄雕小律》当中 扮演柔二的女星坚韧姿 1968年出生的邱心智今年47岁了 比24岁的坚韧姿大了整整23岁 两人曾经在新版《玄雕小律》当中有过合作 邱心智饰演的是绝亲古古主公孙芷 坚韧姿演的则是他年轻时候的情人柔二 两人在剧中有过一段苦恋 柔二 我们今生无法在阳间白头写了 我们干脆就在阴间做一对鬼夫妻吧 我相信如果在演戏的过程当中 如果两个人没有这种感觉的话 那就不像了 观众也说服不了观众 亲密招爆出之后邱心智大方地承认了恋情并表示两人相恋已有两年 大家可能不知道当初同剧演员陈延熙陈小公开恋情的时候 邱心智还自嘲到年纪大了都没有恋爱的冲动了 现在想想原来您是带着女友亲组了 不过在祝福之余也不少观众十分纳闷 因为在我们的记忆当中邱心智可是有家事的人了 2005年邱心智在上海迎娶了同为演员的大连姑娘王亦璇 两人因为合作电视剧花姑子结缘 婚后王亦璇放弃了演艺事业全身心回国家庭 专心在家相互撬职 如果说两个人发脾气一天两天不讲话 我会憋死的我受不了的 我是五分钟之后我发出来我就忘了的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五分钟之后一定就会寻找到一个解决的方法 一年之后王亦璇给求新智生下了第一个宝贝儿子小香蕉 夫妻俩也经常一起上节目秀甜蜜 之后一心想要个女儿的王亦璇经历了流产之痛 在怀孕四个月的时候孩子失去了心跳 这次打击让两颗受伤的心更加紧密的连在了一块 我就听那个护士 做臂超的护士跟那个医生讲说没有了没有 我当时真的是 我没有办法形容我自己那个感觉 就是你完全已经接受了 你的家人一下子没有了 然后 索性的是2010年夫妻来迎来了第二个宝贝儿子 一加一等于四那是多么幸福的事啊 所以这么多年来外界一直认定求新智和王亦璇的婚姻生活很幸福 直到这次求新智和坚韧资恋情的爆出 外界才惊觉也许邱星智早已离婚 至于台湾地区媒体报道 三年前邱星智和王亦璇就和平分手了 目前八岁的大儿子在台湾地区和爷爷奶奶住 四岁的小儿子在上海和妈妈住 离婚后一年邱星智恋上现在的女友 其实早在2012年6月就有网友发帖爆料 邱星智已经离婚 而且王亦璇已经找到了富豪新男友 只是当时并未引起关注 如今当年人人称赞的迎庭夫妻已称往事 两人也都已经找到了人生的新方向 就祝福他们各自幸福吧 值得一提的是 这次邱星智兼任资恋情曝光 其实已经是余政版神雕侠侣 剧组公开的第三对情侣了 8月27号 顾二陈晓和姑姑陈妍希大方公开恋情 戏里爱到了戏外 9月8号 女主角陈妍希现身机场 当记者问到顾二陈晓的时候 姑姑笑的那叫一个田娜 炎然一副热恋中的小女人模样 在男主角公开恋情不到一个星期之后 神雕剧组另外一对情侣也就浮出了水面 那就是剧中陆展元和郭福的扮演者 陈祥和毛小彤 两人被拍到同车吃饭甜蜜同游泰国 很快他们就大方公开了恋情 虽然这小两口在戏中毫无对手戏 但是人家愣是在剧组里 看对了眼儿私下改剧情 凑成了一对 看看这些二连三公布恋情的架势 于正老师 您考不考虑转行做红娘呢 不过有网友开玩笑道 终于知道为什么 于正版神雕侠侣收拾不佳乐 主角们都忙着恋爱了 谁怕又想功夫好好演戏呢 请问再见 验存不打